今天是5月1号 我来到了冬服塞21号位 今天冬服塞 整个冬服塞被我包查 记掉的就只有我一个 外面一个快艇 今月在拆掉 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有了 今天带了两袋粉3块拽 上一次两袋粉4块拽打归了 我今天再来试试看 现在黑掉的季节已经过了 所以打归的概率比较高一点 不过材料肯定是基掉比较好玩一点 所以我今天来基掉了 我们把垃圾袋要收起来的 这些放的 今天主要目标于是黑雕 带了一根5米的1号杆 三线型的决泄器 3号的主线 基掉因为已经打了两次归了 那一次西服塞打归 上一次黄杏又打归 然后这几天一直都在传掉 因为打归满了基掉掉的没信心了 就想坐等石雕 那石雕现在还没有到 我估摸着石雕应该下一潮应该差不多的 十几号的时候应该会有 蟹打两双粉 啊 现在流没有了 流没有意味着鱼没有了 左边这个爱叫曲线掉掉开啊 到时候没有咬没有咬口的话 到时候再掉稍微深一点 哇 来了 总算是来了 哈哈 哇 哎呦 这条什么鱼啊 阿波哥一个界层了 哇 哇 哇 哈哈 嘿嘿 哎呦 这么拐 把它拉上来啊 顶它 哎呀 好嘞 卸断了吗 卸 卸断 哎呀 好不容易中了一条了 结果让它给跑了 来了 又来了 吼 这什么鱼啊 啊 这一条 别给我切了啊 哇 哇 哇 还要给我拱下去 什么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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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黑雕啊 挺不错的一条黑雕 好了 差不多了哦 哇 这条 挺不错的 这条 哎呀 哦 一斤三十辆这个样子啊 挺不错的 还是奶几下比较好用 来了 哇 这条又很大 哇 哇 哎 给我起来 给我起来 哇 跟打装机一样 不了手误 下面有雨群在 一定要不了手误了 起来 起来 哈哈 又是一跳 这一条不大了 这一条 哎呀 又被它出到里面了 这一条就大概一斤二三两 好嘞 鱼该都收起来 走嘞 一条的鸡汤 啊 有吧 好嘞